各位婚姻的鄉親,大家好,我是欣欣妮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十三號禮拜日的婚姻新聞 沿海地区這麼多擁搜集者 都是扣引進海水來進行擁搜集 不過有市民歡迎 但工業區安裝絡理最多太慘 風太時尊嚴搜集 但是較多來流的市民 要引海水更容不夠 立法委員索地匯 特別邀請經濟部鑑約局長如正華 到後來的投資站進行會堪 希望相關黨委在10天來 提出蓋觀的風暗 市民一款的理會所在乎 向甘若交界官員來到現場 就趕緊要將這個地方的問題 說給人知道 因為既離水道有狀況 會影響到因素養殖的水散 是安全既離水道 我們如果看單邊那邊的時候 幾百公斤的養殖全區 大家就是都放魚或是放粉油 很需要清潔的海水 我們清潔海水要進來的時候 有些困難 當地我們開水的時候 跟台水的經營很久 一直都沒有在一個改革 所以我從經濟部鑑約就找下去 也找水裡數下去 最主要就是 魚殖這邊看來協助 在安全鑑里水道 出水的水道 要怎麼改善 市民的訴求 他們的心聲 理會所在分農 有聽到也了解 所以他邀請工業局長來回欠 就是希望相關的單位 可以10天來 有儲保的解決方案 我們這裡在地 我們魚大千魚主席也在這裡 所以最近開一個火 大家又 這沒辦法在這裡處理 所以回去看那些輸入 那些土 先討論一下 討論之後看 看 有辦法改善水利工程的專業 他主要目標是 水要清潔的水 躺到後面這樣 所以看幾種方法來討論 除了吉利水道 影響養收藥的問題 他也來到海鳳川 中介姓安京 討論分岐山 牛牛建造的問題 今天可以在 雲衣開闢一條 專用道路 就是南北龍有一條路 通行六圈 今天特別要來回覽這個牛 這個牛就是通往 台索六圈的圍一條路 我們希望台索六圈 可以到三天 把這個牛牛做得好 未來這條路通的時候 我們交通就改善了 上下班就不會像這樣 那樣的勇塞 沿對吉利水道特寬 以及分岐山牛牛建造的工程 工業局長盧靖華表示 他們的志氣收集 批評以及傳媒意見 也會向有關的單位 作回來討論 讓地方最適合的見識 記者 林建宏 蔡王報道